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程介绍 这个东西我其实跟之前的同学 我们是已经做了详细的讲解 那这里我简单说一下这个东西 首先我要讲的东西是我们的课程重点是什么 那么现在大家来之前都应该看到了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三阶段的课程 第一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计算机基础课 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一般的培训机构 包括大学 其实都会讲 但是我说实话 就算讲 你们可能就算大学是学计算机 听过 可能你也不一定听明白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们比较熟悉 所以我们很快地过一下 好 比如说 像这个东西 我就想一天四个小时就足够了 计算机的这个硬件的这个简介 然后组装 然后Windows的基本上方式 看你 我就不一定变了 然后下午让刘川带着你们拆一下 然后呢 装一下就OK了 听懂吧 那这阶段的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 网络基础 各位 我之前就说过 网络基础是我们所有计算机学科的重点那种 不管你是学什么的 当然你要真是学UI的 画图圈的 你可能不会 问题不大 但是你只要是学专业计算机技术 不管你是做这个登城的 还是做我们的这种预计相关的 还是做什么其他的 网络基础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但是我说 这个东西的特点是不好理解 不好理解 那么 但是 如果你真的不好理解 它不影响我们后续课程的学习 也就是说 所有的底层概念都是这种特点 是吧 如果你听懂了 当你以后向较高深的技术去发展的时候 它会对你起来一个关键的支撑方式 但是 如果你真没听懂 你一开始的人技术从来没有接触 你真没听懂 它并不影响你学这些实际的技术 只是 你一开始觉得不影响 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 当我以后想要自己来设计架构 自己来设计这个网站的结构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发现 你有很多的平均出现 你听懂啊 所以还是这句话 尽量要把它学会 这是我们 第一阶段最重要的地方 OK 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网络已经不强调了 OK 那里面主要学什么 我说实话 不下去 跟着我负责一样 什么计算机网络发展史 计算机的发展概念 这都是瞎扯蛋的 大家看看就行 听懂吗 那核心内容是什么 第一 ISO OSI 七层模型 这个是我们所有互联网的 发展的这种协计理论的基础 OK 第二个 TCP IP四层模型 这是我们目前实际使用的模型 第三个 IP地址资料研码划分 这是三个核心内容 市民的内容全部是了解的 听懂吗 那我说 模型还好说 比较简单 到时候我们讲的时候看 但是拿的是哪 IP和证文 我说实话 这东西是所有的 网络工程师和认为工程师的最基础的基础 但是 如果你不是天天的上课 你不是天天讲这个东西 你拿到试面上 十个里面或者是一百个里面 能有一个 十个里面有一个 一百个里面能有三四个 能做完整的这个 就是说不借助资料 就能今天换算的 基本的也好 就这么基础 换句话说 虽然说它很重要 但是它的算法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咱们会忘的 那忘的能允许吗 能允许你们忘吗 没问题 能忘 但是我说 基本算法要迟到 听懂吗 或者说最核心的一些概念和原理要技巧 听懂吗 最好还是不忘 对吧 说实话 不忘的可能性为零 不为零 那 第三部分呢 Windows 各位 我再说 我们现在Windows作为服务器来讲 它的使用的 怎么说呢 嗯 占比太低了 我们讲Lindos的时候 我说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全球的这个 网站服务的占比图 Windows现在服务器不超过20个占比 在国内占比可能更低 所以各位 我说 如果你的Windows要想学到非常精通 我说 它一点不比Lindos前 你不要以为它是统计简单 它就简单 不是 真不是 因为它是一个操作系统 它里面涉及的内容和这个知识点 非常非常多 我们 我们重新见过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微软的这个 紧急配训教室 它能把Windows跟你讲半年 也还不太同样 而且你还听不懂 就真的 真的 我说实话 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但是我说 它因为 Windows自身的一些问题 导致它的战品现在分隔日非常低 所以这绝不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OK 那我们学它的目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它是图形的 看起来是不是比较简单 所以呢 我先把我们Links当中可能用到的一些概念呀 服务的原理呀 通过Windows干嘛 是不是把它我们先见一遍 最起码是不是先配配一下 最起码我是不是知道它是干嘛的 然后再到Links当中去学的时候 最起码我是不是之前就有过 最起码我见过 我可能就不会那么非常的这个陌生 听懂吗 所以说讲它的唯一一个目的是 其实是为了讲这些概念 它真正的配法 我们很简单一点点过 甚至我们都不应配 换成它一看 它的好处简单 换成它一看大的配置 下一步下一步就能配出来 听懂吗 重点呢 核心是原理 OK OK 好了 那第一部分呢 第四个阶段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呢 第二个重点 也就是交换记录期 各位 我说 这事我其实说过了 咱我们几年前 网络工程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也非常 那他们正面学习的 是不是就是四颗的交换和路由设备 但是我说 这个东西有个讨厌地方 就是 它全球所有的骨干网络 核心网络 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搭建门场 导致什么 你学的这个东西 学得再好 没有用 之类 它是不是不需要很多人 大多数人是都可以干别的 想 我留几个人的时候 能过我的故事就可以了 你明白 所以啊 我说实话 学技术这个东西 有时候是要有点运气 为什么 一开始就是说 当你刚入行的时候 你挑了这个方向 可能是当时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 可能没有想到它几年之后 甚至就是转眼之间 一年两年的时间 它就有可能会淘汰 比如说网络工程师 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 非常尴尬的地理 所以我说 我们的核心绝不是这些东西 OK 但是 我们讲的难度还不算低 我们会在这里 完成CCNA的难度的课程 也就是 司科认证的初期认证 我们 它所有的认证都有东西 其实我说 它的中级认证 也就是我们说的 CCNP 它的核心内容 其实跟CCNA 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从内部网关协议 就是变成了边界网关协议 换句话说 它因为用到的底层的原理和知识 是完全一样 一模一样 只是什么 多加了一些认证而已 当然 我说实话 这是为了安慰你们 其实多加一些认证 带来的问题就是 它的管理的网络数量 是更加可怕的 用到的这个协议有更多 然后 这里面设计的概念就会更多 它的难度肯定是高得多的 但是我说 它的底层核心的东西 其实跟CCNA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我说 我们讲的CCNA 这个难度是足够 很足够 你们以后 基本上不需要维护外网 你们绝大多数人 维护的都是内网 不是说是维护的内网 是 怎么说呢 就是用到CCNA的基础 就能维护你的网络 啥意思 我们一个公司 所有的服务器 都是外网服务器 放到官网上 也许放在 但是 你只需要维护 公司自己的服务器 你明白 你说什么 它能用到的网络知识 这个就够了 而不需要你像网通 和电器一样 你需要维护 北京市和天津市 之间的网络 能听到吗 明白了 它就是CCNA的知识 明白 明白 所以我说 这个东西是够的 因为我们 现在的核心技术 已经不再像网络工程师提起来 我说实话 现在很尴尬的事情是 原先 考一个CCAIE 最早的时候 考这些东西 跟考红帽 这个HCA的价格产作 大概需要十万个钟 连带培训费 带练习费 带考试费 但是呢 回报很高 这个时候 当时在02年03年04年的时候 一个CCAIE一个月 最少能挣两万到三万块钱 那可是03年04年 各位 但是现在很尴尬 一个CCAIE 也就是七八千块钱的事情 现在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东西 有时候我说实话 真的是考研运行 为什么 你刚入行的时候 是什么都不懂 不像我们的时候可能 尤其说 做培训 他对这个行业的变更更加敏感 为什么 什么东西 火爆 我们时候就要讲什么 你明白了 说什么 否则我们是不是会被淘汰 我们对这个东西更加敏感 你要真的是毕业之后 你要进入到公司 可能不如我们那个 就算你在行业里干了很多年 哎 他逐渐地淘汰了 你可能感觉不到 因为我们公司 是不是还要路 对吧 然后呢出来之后咱俩聊天 哎 我说这东西快淘汰了 你还不服 是不是还来给我炒两句 这东西 人之常情 因为淘汰了 我是不是就没饭吃了 对不对 对吧 但是我说 我们现在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 刚入行的时候 选择的方向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在贫什么 你们贫的是啥 我不知道你们贫的是啥 但是绝大多数人贫的可能是广告 你完全不知道 对这行业不了总 你松 哪一个关键词多 你就学哪个 有这感觉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说 我们现在看起来 这个东西现在确实可能在走下坡路 所以不是我们课程中的 我们讲的就是难度足够 OK 好了 那这是我们第一段的课程内容 OK 第一段课程内容 我们核心 听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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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 之前我是不是也说过 前几年非常火爆的这个东西 现在也是非常尴尬 我是不是说过这个 非常尴尬 这个专业 当年非常火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一两年的时间之内 就是因为是 安卓的出现吧 我是不是解释过了 前几年是是不是 它是什么 连带操作系统 带软件 是不是都要我自己来写 它的效率低下 开发难度高 然后呢 入行不容易 OK 但是安卓出现之后呢 它是不是嵌入到 智能家链里的这个操作系统 是不是直接就是现成了 结果我们Windows一下 就能直接装到电脑里 你只需要不用考虑操作系统 只需要开发软件 是不是就可以 能不能够 它的难度 效率 包括它的这个 入行的这个门槛 什么都大的相接 然后呢 瞬间导致 这个家伙 瞬间默默 因为你想 你自己开发的这个操作系统 就算你的这个技术再牛逼 你还能有通过Windows改装过来 由一个专门核心团队 一个公司 这个顶级公司开发的 安卓操作系统强大 你想 是吧 所以谁会再去用你开发这东西呢 你开发这东西是不是只有你能写 只有你能开发软件 没错呢 所以我说什么 肯定是什么 标准才会带来什么 怎么说呢 就是收益 哎 那段时间 这个中国联统一开始的时候 在和中国电信的时候再争 那个最早就是3G的制式标准 然后咱们中国的这个3G制式标准 再和美国再争这个3G制式 为什么 你变成标准了 是不是大家都跟你一样 啊 你的这东西是不是才能推广的路往外 而且 你用的是我的专利技术 是不是都要给我掏钱 那谁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这个核心肠领 能不能听到 最后导致的后果就是 中国呢和国外呢是不是全部一样 啊 然后呢 电信的和 连通的是不是也不一样 啊 大家是不是各应对了 因为是不是谁也没想过谁 啊 大家的后果就是 哎 原先买个手机 你是不是只要挑样子 看着漂亮 价钱合适的时候就行了 现在呢 你要真不懂点技术 你说买回来还不能用 你明白的说什么 因为标准不统计的原因 听懂我的说什么 那 按说最大的好处是 是不是就是把我们所有嵌入式 或者说 用在 你只要遵从我的安卓平台的 那些嵌入式的平台标准的 全部同意了 啊 你们所有的手机 包括 手机 智能家电 等等这些设备 你们只需要考虑什么 在我的安卓系统当中 是不是开发软件就可以了 系统是不是我来做 你明白的说是吗 而且还有个好处 安卓这哥们顶成的Windows 就是很特别的 是吧 开月吧 免费吧 最起码目前看还是免费的 没说法 OK 所以啊 各位 你说这东西都不淘汰 我说实话 嵌入式的淘汰是非常的 怎么说 突然的一件事 我们当开始的时候 在08年0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应该是10年 1亿年间二年代的时候 安卓这个嵌入式的时候 非常荒谱 导致我们当年所在的学校 大家都在争签恐后的去开发嵌入式 就跟今天的什么 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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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S的培训 还有Swift 这个 是不是微软 这个不是苹果的这个预言 就跟今天这个东西 大家都在争签恐后的去开发这个东西 因为什么 亲 亲人眼球 是不是 都来了 没错吗 嵌入式也是 但是说实话 一个合格的嵌入式工程师 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我说 他是相当于要自己开发车的系统 所以当时大量高兴进去 然后抢了涂贺血流 但是 没有想到 一两年的时间之内 现在这帮哥们又在都发简历 我们最近不是也在招聘吗 收到的简历 大概三四份里面 就会有一份是嵌入式工程师的 这个东西就很难拿 我们要让他们用 非常有经验 即使弄的也都很好 价格也还很便宜 因为他们自己也就知道 可能要不要太高潜 但是用不到 也很可惜 但是我说没办法 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入围选的什么还是很重要 OK 那我说 现在你们在选 这个我们很多同学时候选的 是编程底 我们现在是皮皮非常薄化 导致我们现在 他们一开班的时候都八十多万人 我们就开班二十个人 不知道 气得我头疼 但是我说 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好处就是 行业相对问题 我从入行到现在 我已经十来年到这个 另一个所相关工作的年 十来年 但是它整体上来说 变化不大 而且 我们可以预见到 最起码 今后二十年 它都可以不归这套牌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生命中心非常长的一套行业 OK 所以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 考虑认识到了这个 其实人家又觉得 林静思好 但是就觉得什么 林静思太老了 我十几年前我就听说 林静思 怎么现在还有林静思呢 那这恰恰是什么 这东西呢 优势了很 没错吧 能听懂啊 刚才 得多说两句啊 这两天 看他们八十个人开发 干嘛气得到 没事 总有一个过程 其实我说实话 在北京和全国的培训市场 林静思方向是非常好的方向 就像你们说的 你们十几年前就全部说过林静思 那么十几年前 这个林静思这个专业 就支撑了一批的 这个特训机构升级到今天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 我们学校是不是动手法了 虽然我来兄弟来很早 但是很一开始就没有想到去做这些东西 后来我们是不是动手法了 但是我们说 我们随着这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做 只要你们每个学员 能够在这儿能学到东西 毕业了之后 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 对吧 咱们说是最基本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东西吃饱 很满满满的 对吧 OK 而可怕我说实话 相对来说 我应该算是人家市场能够在这个做培训这块 就是培训这块 相对来说实在比较有机会 因为当时我给你们吹走 我说 人家所有著名的运动机构 我是都干过 其实我说 这不是什么好事 我后面没人解释 但是这事不是假话 基本上是真的 OK 绝大多数的这个注定都要多取 好了 好 然后我们来说 第二个章节 那各位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吃饭的讲话 啊 啊 各位 这个东西你光看 这是我们上课的课时数 而不是什么 也不算练习时间 也就是说 我们光讲课 每天四天课 八年来到 十二年来 OK 要讲课 要讲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明白 这是我们的核心内容 能听到 那格勒 我们会把它 基本讲通 能够碰到了 基本的常见问题 我们全部都会设计 全都有 唯一的问题是 你能不能听懂 什么意思 讲得多 讲得细 讲得全面 讲得系统 这都是好事的 带来的缺点是什么 相对来说是不是就会比较难 啊 那各位 其实我说 嗯 咱们把 头两天那哥们 他走了之后 我觉得我还是有信心 那哥们实在手机数太差了 我觉得你们在座的 问题都不大 问题是什么 你们需要经过监控的动力 它不是什么 就是 就是跟你们大学一个状态 上科随便清醒 下来想练练 不练练拉倒 就能学贵东西 因为 这是你们以后吃饭的真本事 OK 所以啊 各位 你们的核心内容 记得 那这些东西我就不详细说了 但是啊 我们后段是不是还有一些 这个东西 好了 有人会说老师 云基算的东西 我们怎么就讲这么几天 知道吗 我当时给你们做一个详细的云基算的讲座 告诉你们它是什么 OK 那我说 那我先简单说 什么叫云基算 其实 它说白了 跟在我们Linux当中一个常见的服务器 比如说Apaq 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它仅仅只是在Linux当中安装了一个虚拟化的这样一个服务而已 其实它就是Linux当中一个服务 就是一个服务 只是 这个服务颠覆了我们很多的这种 怎么说呢 嗯 运行的概念 导致我们会对以后的这个生活 或者说整个技术架构发生一个质的变化 所以大家才对它有过多的关注 但是我说 它的核心的知识点 其实就是虚拟化服务 那这个虚拟化服务 在我们的Linux当中 其实它就是这么多的知识点 没这个太多 其实虚拟化服务 它有几个软件可以实现 我们将其中重要的软件来讲 那这个软件当中其实我们说 如果我们作为初学子的时候 我们讲的这几天时间是足够的 足够足够足够 OK